假如刘兵乙不是皇孙 会和许平君圆满一生吗 相信了解过他们的小伙伴 都被他们的有情人阴阳两格而狠狠的难过 本代是汉武帝的嫡系血脉 却因巫骨之祸牵连被贬入夜庭 好在有人造福才能平安长大 后来遇到了相伴一生的人 却被全程左右 在许平君去世后 只好立全程的女儿霍成军为皇后 相比许平君的勤俭节约 霍成军从小交纵惯了 生活方面也是挥霍无度 刘兵乙对他的厌恶度日益加深 加上他父亲霍光在朝中处处撤走刘兵乙 就连刘兵乙想封许家的人都被驳回 刘兵乙那么喜欢许平君 却连皇后的尊容都给不了他 更可恨的是 霍成军的家里人不但害死了许平君 他想要夺权 刘兵乙白忍成刚 等到霍光去世 刘兵乙将其风光大葬 并立马立了他与许平君的儿子为太子 这让霍成军和霍母气氛不已 霍成军虽然被刘兵乙胜宠 但一直都没有孩子 看到许平君的儿子立为太子 他和母亲就准备杀害太子 不过刘兵乙早已想到 将东宫保护得像铁桶一样 霍家在造反失败后 刘兵乙立马废了霍成军